早安我是凯莉 今天是我们的周末早上 因为回来台湾之后 我现在大概是步入第三周 因为最近回来以后 家里就是很乱嘛 因为要整理家里 而且我们是国际搬家的关系 所以我们还要买多买一些家具啊什么的 所以呢家里最近呢 因为又要新的家具要置入 然后还有以及一些电器什么 因为韩国电压跟台湾的完全不一样 所以很多电器就全部都要重新再买 然后还有呢因为 搬来新的地方以后啊像什么 银行账户啊什么等等全部 都要重新来一遍所以就是 就是打掉重练的状态 那最近大概 现在幕幕第三周开始已经开始觉得 已经比较有安顿的感觉了 所以那现在是新的场景 你们就从来没有看过这是我的主卧室 诶可能看不太到 哦我看到我主卧室 哦好那因为现在 那个背光很严重所以看不太清楚 那因为我们最近回来啊就觉得 呃回来台湾以后有些 很多不适的地方 当然也有很觉得很适合我们的地方 那觉得最适合我们的地方 就是妈妈可以不用煮饭 然后呢 然后小孩子都过得很快乐 每天就是你知道选择很多啊这样 然后呢小抱因为学校已经开学了 那因为他开学以后呢 学校又开始就是常常会有户外的活动啊 等等就前几天呢 就去完学校回来以后就会发现 他肩膀后面这边就都脱皮哦 就是被台湾的太阳晒到脱皮 其实他在韩国大太阳下跑跳 其实好像都没有被晒到破皮的状况 所以呢他大概上一周一整周都在 就是很严重的那里脱皮 然后一直把他擦卤会就是 减缓他那个是晒伤的疼痛啊 然后我把照片放在旁边给大家看 因为他最近就是被烫很严重 然后呢我的状况呢就是 基本上出门啊就前几天发现出门啊 然后忘了擦防晒以后回来 家里就是整个手 因为我是很容易长雀斑的人 而且我是包括手臂两侧都会长雀斑 结果我发现忘了不小心忘了 没有擦防晒出去回来以后 就是那个手整个就是很黑就算了 雀斑满满的 那我爸是最近因为台湾的天气 实在太潮湿跟太热了 所以他出去回来以后啊就是 脸除了脸会觉得 每天洗的时候觉得有点脏以外 他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很容易会长痘痘 整满脸都会容易长痘痘 其实这是我们现在 对于天气比较不适应的部分 那毕竟因为从韩国 比较干燥一点的国家回来以后 这边会比较立刻感受到不适应的 可能最明显的应该是天气 那剩下的就是 我爸有感觉说 回来台湾的时候觉得 台湾人就是 对人家都好友善喔 所以他最近都觉得说 台湾这些公家机关的人 怎么这么友善啊 每次陪我去办事情都有这种感觉喔 那我现在呢 今天要准备带他们两个一起去吃台式的早餐喔 因为呢他们两个呢 从来没有去过台湾的早餐店 那的确我有买过回来 或是家人买回来 但他们从来没有去过早餐店喔 然后里面有很多Menu也是从来没有吃过的 所以我今天就想说 带他们两个去体验一下台式的早餐喔 所以跟我一起出门吧 那我现在要准备出门之前呢 我想要来防晒一下 因为台湾太阳太大 所以呢我如果这种时间 早上大概六七点之后台湾太阳就是真的很可怕 韩国太阳还没这么可怕 但是台湾的太阳就是不想一晒 整个斑点都出来脱皮等等的 所以呢我现在要先擦一下防晒 那我最近都是用这款 这个叫做防晒安瓶喔 然后它有SPF的50以上的系数喔 所以呢就是你擦起来的时候 会让你有淡斑以及美白的效果 那通常呢我都会用之前会先稍微摇一摇 然后放在我手上 然后先做好出门的保养 那我通常就会放一点啊 不会放很多 但每个人的脸尺寸不一样 可以个人想放多少都可以喔 然后因为它的它的那个擦起来 不会觉得感觉很厚重 所以我通常都会出门前稍微擦一下 然后现在我就擦好了 它其实很容易就擦好喔 我就是有擦薄薄的一层 然后它就有美白跟蛋白的效果 那小包现在去学校上课的时候 其实我早上都会给它稍微擦一下 因为它很快就吸收了 所以不觉得很有很粘稠或厚重的感觉喔 我现在叫小包来擦一下 因为它跟我一起出门 其实我刚开始叫小包擦的时候 它也都是很不甘愿喔 但是它现在已经知道说 它出门就必须要擦一下 才能够防晒喔 那我现在准备叫小包来一下 Dio Yeah Do you know what you have to do now? Yeah, I need to do sunscreen Sunblock I love this brand This brand is like the best People cannot see your face Oh Do you remember a few weeks ago? Yeah, I got sunburn Here My skin is peeling off Wow But shiny OK 掰 然後呢 我现在擦完 因为它三秒钟就可以立刻吸收 所以你会感觉不到说 它在脸上的感觉 因为如果厚重感太大的话 小孩子有时候就很不喜欢这样 我刚擦完防晒的安瓶喔 那擦完之后呢 我最后要擦的是这个 这款呢 它是一个淡斑的乳霜喔 那因为呢 其实我现在回来台湾 从韩国回来台湾以后 我的皮肤常常都会出现 就是很多油脂喔 现在 现在是因为有保养 比较看不出来 要不然之前就是 回来刚后来的时候 皮肤一碰到这个台湾天气 就一直出油喔 那所以我通常都会擦一下这款喔 那这款擦出来的样子 颜色是整个样子 擦出来是这个样子喔 那它这款呢 是可以淡斑的喔 那因为 常常皮肤会有出现黑斑的状况喔 尤其是我只要一晒太阳 就很容易出现斑点 所以呢 我通常都会先擦这个 然后除了保湿以外 还可以把我脸上的 所有的水分都可以锁住 那因为呢 平常呢 如果说你出去外面啊 然后你会觉得说 夏天好像不需要保湿 可是你越不保湿呢 它的皮肤其实就是 有水不平衡的关系 所以导致你皮肤很容易出油啊 很容易就是 长一些痘痘等等之类的东西喔 所以我通常都会擦完 刚刚的仿晒安品以后 我会再加上这一款 再加上这一款 淡斑霜喔 这样子呢 就可以完整的锁住 我脸上的水分 以及刚刚擦的隔离的东西 那因为它们都是很好吸收的商品 所以不用很担心 但很粘稠喔 那我现在就 准备好 我就要准备出门啦 你看到现在太阳多大 你看它的眼睛快睁不开了 我们现在台湾真的太阳超大 我们现在准备要出门去吃早餐 我们一起去吧 Yu are you okay? You're hot? I feel like if I'm gonna go swimming again then and then and then Swimming? if I go swimming because today I'm gonna go swimming if I don't dry my hair the sun will do you see this is the menu you see this is the menu you see this is the menu this is a croissant what do you want? what do you want? what do you want on this house? i think last time you said you didn't try this this is really nice though this is really nice i'll try to have a hot dog what do you want? then how about I try to do it? 有蘿蔔糕 剛剛來有蘿蔔糕 這是他們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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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牌豬排什麼的蛋餅 這個我們從來沒有吃過 然後這個後備他們從來沒有吃過 還有一個什麼禮雞三明治 多點幾個他們讓他吃吃看 沒有吃過的東西 然後那個是鮪魚 我...我...我...我想要吃這個 這個鮪魚 這個鮪魚 你吃這個鮪魚 但你從來沒有吃過這個鮪魚 對,但我真的想要 好,我們嘗試一下 這是鮪魚 這是鮪魚 他們從來沒有吃過鮪魚 吃鮪魚 你今天吃什麼 這是鮪魚 這是鮪魚 裡面嗎 這鮪魚是鮪魚 這是鮪魚 沒有,等一下 這是鮪魚 禮ừng 哇 真好吃 這是鮪魚 不過這個鮪魚要怎麼吃過 這是鮪魚 這是鮪魚 這是什麼呢 這是我們做的 巧克力 巧克力? 嗯 真的很美味 嘗嘗 我一直嘗嘗 我一直嘗嘗 不,嘗嘗 不,嘗嘗 有些人吃了 有些人吃了 早上吃了 這看起來像是啤酒 它不是 它是啤酒 對 你吃這個雞蛋嗎 它是啤酒 對 它是啤酒 味道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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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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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啤酒 它是啤酒 它有些 有些牛肉 我來試一下 普通是這個不喜歡 但是這個在台灣 是啤酒 很酷 對 是它很好吃嗎 他們說這是最有趣的食物 這個很好吃 好吃嗎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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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兒子 這是很誇張的 如果沒有嘴巴的聲音 我們沒有嘴巴的聲音 是可以拿著 我們超級聲音 您可以拿著 要加多少 300 謝謝 好 謝謝 你拿這個 那你要幫你拆開嗎? 呃...好 你拿這個給我一秒 我們要開開 謝謝你 謝謝 什麼? 看起來像是紙紙 你走 那裡是紙紙的嗎? 裡面 好嗎? 好嗎? 我還有我的卡牌 and then also this 這是你的鍵線 and where is your 悠悠卡 this might not look like a car but it's a card 你喜歡這個悠悠卡嗎 yes 我現在要去一個秘密基地喔 然後因為這是在我家樓上的空中花園 然後我們家基本上沒有什麼人會上去 大概只有我吧 然後我現在要準備上去 然後跟著我的咖啡一起到樓上去 就是家裡外面的頂樓喔 那其實基本上這個很少人會來喔 然後他就可以看整個台北的景喔 很漂亮 但基本上我很少站上去這樣看 因為有點高 那通常我們就會 有時候會家裡就一起下來樓下坐著 乘涼啊 雖然說最近不是很涼 那我都會選早上的時間來 然後現在我就拿著我的咖啡 來這裡享受一下一個 me time的時間喔 那這個時間因為天氣還不算很熱 然後是早上的時間 所以呢 這時間就是我自己來這裡慢慢享受的時間 那我們等會見 我現在剛回家喔 然後今天就是很滿檔的一個行程喔 然後我今天早上分享給大家的就是 我的一些淡斑以及美白的保養的東西嘛 那現在是我睡前 那因為台灣的太陽很大 所以呢 我早上除了保養以外 我晚上也要跟著一起保養喔 那我現在來推薦給大家 我最近常常保養的東西喔 因為在台灣的太陽這麼大 如果你不保養的話 它那個黑斑就會越來越嚴重啊 導致你的肌膚看起來就會年紀很大 那像韓國很多藝人啊 金泰西啊 全智賢等啊 這些韓國的藝人 其實他們已經都40幾歲 可是皮膚看起來都非常的好喔 那就是因為他們都很在乎自己保養的狀態喔 那我先分享給大家 因為我最近滿常使用的這兩款喔 剛剛我早上使用的那個橘色的乳霜喔 那這個是它的精華喔 那我最近也很常使用它 這款是它的橘色的那款精華喔 它裡面有6000倍的蝦青素喔 可以仔細看它裡面的東西喔 可以仔細看得到吧 它裡面有一顆一顆的東西喔 那我壓出來給大家看它會是什麼樣子喔 它壓出來其實你看不是很明顯 但是裡面還是會有一顆一顆的東西喔 那我通常都會稍微塗抹在我自己臉上喔 因為呢它會幫助你 它是比較水狀的東西喔 它就會很快就會讓你3秒就會讓你皮膚吸收喔 所以呢你的皮膚就可以很快把它 這些所有的營養成分都吸到你的皮膚裡面 讓你的肌膚呢可以膚質變得更好喔 而且它裡面有含有豐富的維他命C喔 然後呢因為它是一個精華 然後我通常都會搭配一個乳霜跟它一起喔 那接著我要使用的是這款 早上我有使用過的 活性海洋淡斑精華膠囊乳霜 那這款呢早上我有跟大家推薦啊 它的質地就是會這樣比較水水的 那我通常都會讓它在我的皮膚 每天結束一天的行程之後 讓我的皮膚啊黑斑啊 或者是深層的色素在沉澱之前啊 然後來做一些保養喔 那通常有些人就會就是會 很多人會喜歡就是用少少的使用 那我通常使用的時候呢 我都會對自己不要那麼客氣 所以我通常都會大量大量使用喔 然後不要用到滿用到好這樣子 那這樣子呢就是稍微在擦的時候 適當的給它一點的按摩啊 讓自己的肌膚可以更有舒適感這樣子 那因為台灣現在紫外線真的非常的強 然後如果出去外面如果沒有好好保護自己的話 其實肌膚狀況就會變得非常的糟喔 那如果想要擁有二十幾歲的肌膚呢 那就要努力的保養喔 台灣的紫外線就是真的很強然後很烈喔 跟韓國在我在韓國的時候狀態是差非常多喔 那因為呢這次我使用這四款商品以後 我覺得效果變比較好喔 就是我覺得我的雀斑呢 沒有像往年長那麼多 我在韓國的時候已經就會雀斑長得很多了 如果在台灣現在天氣這麼 這麼烈的狀態應該會 斑點應該會更明顯喔 但我有覺得這次的斑點呢 長的速度也比較慢 然後也覺得斑點沒有像以往以來 暑假這麼嚴重喔 那我覺得它是一個很好的美白淡斑的一個商品喔 那也推薦給大家 那這次他們全館都有九折的優 還有這次還有我的專屬特組喔 那也可以大家去參考看看 那我們下次見掰掰